全球气候暖化 变化多端的天气 令本地农业面对更大挑战 在农粮局的农业生产力基金下 本地农场的17个发展计划获得资助 通过运用科技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人力短缺问题提高生产力 有农场成功提高至少5%的产量 来看记者肖立伟的报道 烈日当空 绿油油的菜心和空心菜 在阴凉的农地茁壮生长 这家位于临措港的农场 每年生产约600吨叶菜 半年前 农场装置了半自动遮阳系统 可以根据天气状况 自行打开或关闭遮脸 让叶菜不会因为猛烈的阳光而影响生长 在温室里面的气温在热可以高到40度 可是装了这套系统之后 我们会把它的温度从40度降到32度左右 劳工方面我们也是可以节省 每一天是用浇一支水 不幸中就是生产力也是提高的 工作流程又可以容易安排 安装一个遮阳系统需要大约10万元 农场在农量局的农业生产力基金下 获得部分资助 目前安装5个遮阳系统 产量提高了5% 农量局表示 去年本地种植的叶菜 占市场总供应量的12% 而要减低对进口的依赖 提高生产力就至关重要 不过本地农业依然面对人力短缺的问题 农量局表示 去年8月设立的农业生产力基金 至今受到36份申请 其中17个研究项目和发展计划 已经获得批准